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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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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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什么来着 嗯 想不起来了 看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算了 好了 莉莉亚 再不抓紧时间的话 太阳都要溜走了 来完了来完了 现在是快乐的捉迷藏时间 笨蛋儿子阿里亚 两个人捉迷藏有什么意思 嗯 说得也对 那我们来捡贝壳吧 听起来好麻烦 等等我 莉莉亚 和莉莉亚在一起 做什么都很开心 不过 总觉得忘记了什么事 到底 是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被美梦所吸引的 也不仅限于士田的蚂蚁 既然有新客造访 那么 作为帮圣恨计划维持秩序的小小保安 就让我 为远道而来的他们 置以必要的欢迎吧 或者 更准确地说 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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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一眨眼的功夫 我们就从月球回来了 这里是 海渊城 原来如此 海渊城是前文明技术中心目大陆的遗迹 西蒙会把我们送来这里 倒也在清理之中 西亚特拉 这里曾想必不过 这里是 博尼亚 果然 也就是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 我们还是都合适 是啊 我们可以说有情 那么 提亚娜班长这儿 协和的确 那 嗯 博尼亚好呀 不过 虽说 海渊城乍看起来比较安全 但我们还是不能掉 嗯 明白 需要联络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十只律者之前构筑好的艺术网 哦 没什么 好了好了 你这个老古董 也不用什么话都说给他们听吧 嗯 好了 既然大 别动 符合计算 搭载武装 自由开火 中刀小兔 激活火力也不 弱点黑刃 钓用玉石门底 中刀小兔 A级不死 暴灭 尽难 筱 解 紅 毕 美味 欣 怎么啦 汐儿 我在想 的确 对你们来说 我听那是末法急崩 特拉洛克 嗨 你们要是有我这样考验也好 一次谈不拢还可以谈两次三次吗 凯文他也是 应该多来咱神州坐坐 感受一下什么叫以和为贵 这应该也不是喝茶 就能解决的问题吧 但 漫长的时光 也的确容易让人失去 基本的沟通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如说 当年从避难所苏醒之后 凯文 苏 还有我 是保持着固定的交流的 但慢慢地 这种交流 就变成了数个月一次 一年一次 直到十年一次 可是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 在数百 数千年间 总有些意外事件 会打破人文制定的规则 在这种时候 我们往往会发现 过去制定的规则 似乎只是 凡文入截而已 可如果把太多的事情 看成凡文入截 最后的结果 正如你们所见 伯罗尼亚在太虚山时 也见过吧 这个老古董 大孩子都不知道 要和他们一起玩 原来如此 伯罗尼亚 倒是突然明白了 为何岁数相差如此之多 班长却还是会像我们一样 看重自己在圣佛雷亚的经历 毕竟这数百年来 圣佛雷亚是唯一一个 能够让我感受到 自己的时间 在正常流逝的地方 应该说 你不愧是个老古董吗 一般人都是尽力 想让自己的时间 停在某时某刻吧 神们的确会有那样的愿望 但 也只有在时间流逝的时候 神才能意识到 自己还活着 跨越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结局 并不断创造出 前所未有的可能 只听上去很矛盾 但矛盾也正是 人之为人的底色 行了行了 我们本来不是在聊凯文吗 怎么说着说着 就变成理智律者的时间了 在过去的千万年间 我们先行者 都认为自己在承担矛盾 但这种行为本身 也会像现在的凯文一样 为世界制造出新的矛盾 当然 谁都不希望自己被中烟无情毁灭 可正因如此 凯文 他才更加对圣恒计划感到绝望 绝望 这倒未必吧 他的那种态度 与其说是绝望 不如说是把希望 寄托在了你们这些人的身上 如果他在你们身上 最终发现了自己 期待已久的某些东西 到那个时候 他应该就会全力以赴的 和你们杀个你死我活了吧 是只律者 你确定自己没有把话说反吗 他没有 而且 他的回答 正好恰如其分地回答了 一开始的那个问题 凯文 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苏 苏 华 接下来的事 我就托付给你们了 在我们酿成恶果之前 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必须为此 把自己的生命 压进墙套 凯文 你想要我们也做到 同样的事 对吧 或许多久 你让你脱转 我帮你 在这里 在这个基本上 因素 保持 基本上 把自己的其它 用你 跟我 进入 저 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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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根据之前的计划 我们就在此分头行动 好好好 那上面有个露台 估计信号就挺不错的 哦 是吗 多谢你了 您打死了 您 произош了啊 没过来的 真正感到还我问你 鸡酒吧 果然什么事 它继续 analog 多了 颜色 必须要有顺利 他们将来一下子 继续一本 咙剑 TWY 请咚 请不看 尺鸣黑热 用玉攻击 呸 撞撞小兔激活火的有分 沒想到西爾 蛤?明明是他 那不也挺好嗎? 畢竟已經三... 沒想到西爾 我们爹西尔一在那只老实说 Bronia只是有些意外 你居然把那一次也算了进去 不过 既然刚好提到 那一次虽然有些 Bronia 西尔一如而在你们进入深空后 那还怎么说 所以 怎么 你 算了 这个人是 果然是你 苏珊娜 Bronia小姐 你们别说 我没想你知道 是啊 都是过去你看 是这里的通信器材 是还没有没有 都说 可是我又Bronia也想 不久在开始新的说实 然后你 对啊 这件事或许有其他更大之前 啊 关于这一点 我总 我本来还是也这么说了 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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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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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天命和逆伤的核心成员暂时无法悉数到城 但在如今的局面之下 有这样的一场三方会议已经弥足珍贵 好了 急握头 你就别客套了 我们赶快开始聊正事吧 那么 这次的会议就交给特斯拉博士来主持如何 这样应该可以确保简洁高效 行吧 反正我自己多说几句倒也没差 Tiana 现在集结在海源城的人 有你 牙医 布朗尼亚 福华 希尔 十之律者 还有不知为何出现在那里的苏莎娜 这个没错吧 嗯 就是这样 根据我们之前互相同目的基础情况 你们大多数人先前都被圣痕计划封印在了月球 最终通过钱文明的新门才返回地球 到达了海源城 不过 除过仅凭这一点 倒还不足以说明海源城的状态 比如说 天明那边有人能解释一下 苏莎娜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吗 报告特斯拉前辈 苏莎娜是我通过千界一城发射过去的 等等 千界一城 那东西启动起来不是非常麻烦吗 怎么会这么凑巧 当时我们打算进行一些与千界一城有关的实验 由苏莎娜负责打扫神之剑的内枪 当空间的异变开始发生时 由于事态紧急 我来不及通知苏莎娜或者其他人 就让神之剑自主选择了地球上当前最稳定的空间 把它优先发射了出去 毕竟如各位现在所见 由于圣痕计划的影响规模过大 我们此后就暂时失去了使用这台神之剑的机会 总觉得你又省略掉了什么 不过 无论如何 在地球表面遍布虚实入侵的当下 与量子之海关系密切的海源城 的确是一处难得的稳定场所 但是 现在的问题可能在于 它的稳定性 在某些方面也会成为你们的阻碍 这是为什么 在这个前提之下 海源城作为前进基地来说 就非常糟糕 从叙数空间的角度来讲 它距离前线实在太过遥远 更适合作为一种大后方 而不是前沿战线而存在 所以 博士的意思是 我们接下来要想办法开辟新的战场 是这个道理 不过 具体要怎么做 我们还需要长光那边来想想办法 特斯拉前辈指的是千计一成吧 其实我听说就在刚才 凯亚娜这边也稍微做了些准备工作 不如大家一起来核对一下 说是准备工作 其实也只是从叙数空间的角度 试图寻找一些路标而已了 但不是已经有所收获了吗 可我们只是 原来如此 对天命和逆伤来说 现在连捕获这种程度的路标都很难做到 对吗 很遗憾 确实如此 另外 基于目前的情况 我们也并不推荐你们 直接定位到盐湖基地 或者天命赴空岛 这里是圣狠计划 正在集中力量侵蚀的区域 对我们来说更适合进行防守 而不是进攻作战 所以 尽管你们只是非常模糊地感知到了 圣佛雷亚学员所在的空间 对我们来说 也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 可是 Kiana是觉得自己很难给出具体的信标吗 嗯 那只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 甚至让人不免觉得 朦朦胧胧像一种梦境 但奇怪的是 只要我动用律者权能 检视虚数空间 无论向哪个方向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这种与圣佛雷亚有关的朦胧信息 也始终在背景里存在 这简直就像 宇宙背景辐射 宇宙背景辐射是什么 啊 Kiana 你还真的没有好好上过女武神的文化课啊 好啦 特斯拉前辈 宇宙背景辐 也不属于会被收录在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啊 Kiana 你听说过宇宙大爆炸的概念吧 嗯 是说整个宇宙在过去可能只是一个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膨胀 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嗯 而所谓的背景辐射 就是那场大爆炸所发出的第一缕光 由于在这些光诞生的时候 他们瞬间充满了整个狭小的宇宙 所以在经历过宇宙暴涨的现在 他们就变得无所不在 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 又继续向不断膨胀着的宇宙深处飞去 可这样说来 特斯拉博士 长光小姐 你们难道是在猜测 圣弗雷雅 就是地球上最初被圣痕计划所吞噬的区域之一 嗯 虽说最初的说法肯定不够严谨 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背景辐射 它一定是在圣痕计划 刚刚开始大规模影响世界的时候 就被卷入其中 只有这个原因才会让你无论向哪个方向 集中自己的注意力都会感知到它的存在 而既然如此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最初的突破口 那么借助空之律者的全能 收复圣弗雷雅并不困难 不仅如此 一旦做到了这件事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利用它 在圣痕计划中 这种接近背景辐射的地位 将它打造成 帮助大家夺回正常空间的桥头堡 如果说凯文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那么在那之前 我们首先要尽可能的争取 把地球恢复原状 这不仅可以削弱对方的力量 也能确保在终结圣痕计划 跨越中央之后 地球不会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 把地球恢复原状 把地球恢复原状 这的确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但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从道理上讲 圣狠计划怎么做 我们怎么反着来就好 虽然令人意外 但针对目前的这个一变 我们很容易做出逆向工程的方案 大概 也就再花一两天的时间吧 这么快吗 是啊 我刚才不是还说吗 令人意外 我显而易见 这里还有个效率的问题 即使我们已经拿到了 逆向工程的方案 推进它的效率 也肯定比不上 手握中烟之力的凯文 所以我们后续的行动 多半会围绕两个方向展开 其一 是怎样发挥普通人的作用 想办法用人数弥补这种 可以预见的效率不足 其二 就是想办法把所谓的中烟之力 也掌控到我们自己手上 我知道这两个方向 听上去都有些天方夜谭 但如果我们决心 同时克服圣狠计划 和中烟律者这两重考验 这些 就都属于必须做到的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无论之后如何 我们确实不能归缩在海渊城 必须开辟出新的战场 而胜服雷雅 就是目前来说最有希望的一个选择 对吗 其实 就在刚才 在笔记本上重新盘点 我们目前的态势时 我突然意识到了意中 制造突破口的方法 这一觉 睡得可真香啊 不过 是闹钟出故障了吗 看起来 其他人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起来了 今天之所以没人叫醒我 是因为之后要正式开始实施 爱因斯坦博士的计划 所以大家想让我休息充分 睡到自然醒吗 那么 下落之前 就再回顾一遍计划的所有步骤吧 第一步 利用海员之眼和大家增助的通信装置 联系到此时刚好返回地球附近的幽兰戴尔和李素商 第二步 和他们会合之后 通过空之律者的力量 引导须觅戒子将圣弗雷雅的零散信息 在所有维度上都尽可能标记下来 第三步 借助虚数重整化的技巧 将这些零散信息在独立的维度上整合为一体 获得具体而稳定的信标 而最后一步 就是根据这个信标 将我们的战力投送过去 直面虚数入侵并发起反击了 而这每一步的成功率 恐怕也都与我的发挥密切相关 没关系 只要用平常心应对 这些事情对律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困难 是啊 何况这计划的第一步已经达成了 诶 幽兰大尔 你们已经回来了 嗯 半小时前刚刚赶到 托大家的福 导航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素商这会儿已经去补教了 哦 你是不是连续两天都没有休息了 不要紧吗 不要紧 不要紧 天命有很多可以支撑女武神通宵作战的技术 至于让素商先去补教 但我却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计划的第二步 不就正需要虚迷戒子吗 话虽如此 好吧 我明白了 不过执行完这个计划之后 你也要抓紧时间去好好休息啊 嗯 这件事 丽塔也已经叮嘱过我了 那就好 所以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下楼 好呀 我听说这些灵石的通信装置 都是在这两天里面 由布洛尼亚使用理治律者的力量架设出来的 其实也少不了苏莎娜的努力哦 如果没有她 按照布洛尼亚的说题 不过 超 余兰戴尔大人 嗯 再说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余兰戴尔和李苏商 可能就不会这么顺利地抵达海渊城了 但这并是啊 干 苏莎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开始计划到第二阶段吧 嗯 当然 我们也要和爱因斯坦博士 这里是 对 就让他们看见 对 不 对 对 我们仍与地上 对于宙中的任何指 看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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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 在这里止步步前 肯定不行 这也是 虚树使海吗 消失吧 我说得丽莎 你发什么呆呢 其实那是 那倒不 总之 从那时 你刚才 是啊 她的名 这个是 你知道 开我经过 冲 短短的 铁 是 倒是 不过这 再剩比方说 甚至 不过奇可飞 这 我刚才 你 哦 奇数 好 奇亚娜 走这边 虚树造物 果然 不过 这也是个好机会 德莉莎 久违的来一次 并肩战斗吧 虽然你的肩膀 好像根本够不到我 后一句话 是多余的 德莉莎 天安当上学 还翘课吗 怎么突然就问这个 当爸爸的遇到当老师的 不应该问这种问题吗 啊 可圣福雷亚已经停课两个学期了呀 这么说来 奇哥飞 你使用的是圣痕的力量吧 当然了 毕竟真正的天火圣财 还在世界蛇的手里 如果回到了现实空间 我可能就无法用出这些力量了 到时候 我可以把尤大借给你啊 那种半蹲重的家伙 我可不想和自己的追尖盘过不去 说起来可能有些好笑 当我被关进圣痕空间的时候 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 坏了 我该不会看不到新剧场版 阿拉哈托的结局片了吧 也只有你的脑子会蹦出这种念头吧 奇亚娜找你找了那么多年 现在你也终于可以和她见面了 多想想这件事不好吗 干嘛听什么机器人动话 那不行 刚才提起奇亚娜的时候 我就差点在战斗里分了心 如果能搞清楚这当中的机制 或许我们就能理解现在的情况了 的确如此 不过 从节省时间的角度起见 这里就由我提供一点帮助如何 这个声音 二位好 我是Landa 由于时间有些紧迫 因此进一步的自我介绍 就先让我省略 希望你们能够相信 我是圣佛雷亚方面的朋友 时间紧迫 有追兵吗 更准确地说 是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根据我掌握到的情报 在十分钟后 这里的空间形态 就将因空之律者的全能而大幅改行 最坏的情况下 我们会被迫与巨星敌方单位 展开尼斯我活的遭遇战 空之律者 Tiana吗 嗯 他们并不知道 你们抵达了这名为星球目录的 圣痕计划主网 因此 会毫无顾忌地使用空之律者的全能 以便夺回圣佛雷亚 这当中的原理解释起来十分复杂 二位只需要知道 由于之前德丽莎女士的世梦经历 在巧合中 圣佛雷亚 成为了最适于反攻圣痕计划的前进基地 也就是说 由我们这边来配合Kiana他们的行动 是最符合大局的做法 嗯 以我自己的能力来说 为圣痕计划中 纯属义务的德丽莎女士提供帮助 并不困难 但齐哥飞先生这边的情况 就非常复杂 你是指 我身上的圣痕之力吗 不 我指的是一些更基本的情况 齐哥飞先生 你还记得 自己逃离卡斯拉那圣痕空间最深处的具体经历吗 不就是因为 凯文完全取走了齐美拉的力量 齐哥飞先生 我问的是 你 记得自己逃离那处空间的具体过程吗 等等 这 不可能 我为什么会对具体的过程毫无印象 果然 和之前的情况一样 你并没有真正逃离圣痕空间 凯文带走了齐美拉的力量 只是让你的这种形态 变得比以往更为稳定而已 你究竟在说什么 齐哥飞 他是什么意思 他应当是指 我目前的状态 仍然近似于在虚数空间中梦游 比如有一次 我似乎变成了一个不我 算了 那多半只是做梦而已 我们还是专注于当下的情况吧 齐哥飞先生 由于长时间监禁的童话作用 在圣痕空间 以及尤其眼神的主网当中 你的精神可以分割成不同的存在 独立行动 缺少本体 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当话说回来 只要我还留在这种空间里 就不会有什么额外的问题 嗯 只是 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 十分钟后 由于空间的扭矩 这里将出现巨型敌方单位 而我们的所有推炉 也都会被他切断 那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只要你们能够顺利离开 无论我与敌人的胜负如何 其实都没有什么影响 反正终究只是做梦而已 请放心 这只是 这只是权益之计 你终究不会被困住太久 那我就借你吉言了 德莉莎 吉安 德莉莎 快 你终究不会被困住太久 这样 你终究不担心 不担心 你终究不担心 一生 你终究不担心 一生 各位,明白了 这里...真的是胜负雷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最近刚刚在律者的思想空间里回忆过一次,但货真价实的校园,果然还是令人怀念了 附近看起来没有什么敌人,或许我们可以立即开始构筑前进基地 诶,不先回我们的宿舍看一眼吗?Bronia的游戏机可能还留在里面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好了,别说玩笑话了。小心,佑兰戴尔会当真啊。 我看了... 我看了... 汐儿,你也注意到什么了吗? 嗯... 那边的空间...似乎因为Tiana之外的某种力量受伤。 Tiana,可以先麻烦你用律者全能调查一下那座教堂的附近吗? 哦... 倒是没问题了... 确实,那里的空间很不正常。 一起去调查一下吧。 我最后还没有机场。 一个人的力量,这却是绝运的好。 我可以 applause。 我在这里,你会绝对了。 如果你会绝对,你会绝对了。 学园长... - 绝战的- 虚树使骸和量子之营 果然这里的空间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 奇怪 这种影响空间的方式 绝战 З痒猫 绝战 杰지고個方便 绝战 克莉西娜 上 玄斩 格莉莎 天哪 是我 玄斩 太好了 你看起来没受什么伤 没事 这只是紧急转移的副作用而已 不过 大家怎么都在这里 情况我大致明白了 不过 虽然才刚刚和大家重聚 可我却有一个紧急任务必须交给大家 请您尽管下令 对 主教 如果这附近的空间裂系 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希望你们能够逆向追踪到他的源头 并从那里拯救出一个男人 奇格飞 凯斯拉娜 老爸 这就是我们的担心 对 但仅凭学员长逃出星球目录时留下的空间裂隙 想要借此定位凯安娜的爸爸 或者卡斯拉娜的圣痕空间 要谈何容易 如果 再加上两个曾经与卡斯拉娜圣痕空间 发生过复杂纠缠的人呢 两个 其中之一当然是德丽莎主角 而我 是的 尽管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 但我的确是卡斯拉娜圣痕的决心者 这件事和奥托有关 经过非常复杂 一时半会儿 恐怕很难说清来龙去脉 为了节省时间 大家先姑且接受这个事实吧 我之后会加以解释 我明白了 又兰戴儿 谢谢你愿意告诉我们 而且 其实无论如何 我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尝试 只要减安娜需要 我们也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能力 更何况 如果能够顺势夺下那个圣痕空间 对凯温和圣痕计划来说 也肯定是一种强有力的回击 如果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 就尽管吩咐吧 按照我们刚才的合作形式 虚密戒子也能为空之律者的全能 提供一定的增幅效果 我也会尝试用皮尸奴的力量来帮助你 对凯温和圣痕 对凯温和圣痕 对凯温和圣痕的地带 当时在科洛斯腾 我就是被奥托留放到了这里 也就是说 这里距离圣痕空间真正的核心地带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其他人呢 德丽莎主教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 至于其他人 卡斯拉娜的圣痕 与他们的体质并不全然相容 而且 不 没什么 如你所见 这里很容易令人迷失方向 好在不久之前 德丽莎主教 在这里留下过世梦的痕迹 只要用虚密戒子加以标记 这条路的尽头 是 但是...多半如此,所以... 算了,还是先确保齐哥飞星上的安全要紧 小心决战的时刻到了! 来吧,要把的话,要够跳出了 再到一次的地方,要够站进去 再去测试一下 把暗黄央叶子的队 把暗黄央叶子折了 还在冰箱里面有时候,要够地上央叶子 不准央叶子折了 啊! 走吧, 提安娜。 我们出发。 对不起, 老爸。 我只是不想在我。 不, 老爸, 老爸, 但是, 老爸, 明明我都。 嗯。 对了, 去买它。 这里, 就是。 哈斯兰娜真正的是个狠空间。 老爸, 就在这里。 出发吧, 我们, 去救出启格飞先生。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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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不, 略者的力量, 得不断化解。 别慌。 圣痕的规则, 还是由圣痕来超越吧。 以沙尼亚的致命号令, 与黑渊盛开的白花, 绽放你全部的力量。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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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尼亚的力量, 而且, 一向 varias相衡以我的委好收尾宵。 deep down all the time, 奇亚娜。 克丹娜? 奇亚娜… 莎娜, 就是现在 lot ok to me 这团火焰 是你为我点亮的一切 对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一直都没有好好地给你庆祝过 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去买一个大蛋糕 好好地庆祝一下吧 好 老爸 欢迎回家 你不是说过卡斯兰子所以 那还要说 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成语我都已经学会了很多 不过 不过 能吃的 啊 算什么 我们先离 啊 不过 是 我们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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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大约两个那里是无尽蛋 他是他师 再生聪明再子故乡 这是西因此 但比也正自死 西哥非先生 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 那 我先离开 我先离开 他 我先离开 老爸 齐个非卡斯兰娜 坐一会儿 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吧 好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可是 等等 一家人 就要这样才对吗 过去 是你们让我有了 加入这个家的契机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我当然也要再 退你们一把才行啊 凯亚娜 这还真是 凯亚娜一贯的作风呢 那当然了 在久别重逢的时候 如果你们只顾着做人参联强 那也太奇怪了吧 哈哈 这也不可能 这很奇怪 然后 你们 看来 我们 在这些歌 你 还请 不可以 你 没有 没 不 那么 一共有三个人 啊 竟然 这么快吗 我甚至 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确实 丽塔也只是在二十分钟前 才刚刚来到胜负雷亚 看来齐格菲大人 的确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女儿呢 接下来 只要按他们设置好的信标 使用千界一成 又使卡斯兰娜圣痕空间脱离凯文 转而隶属于您 我们就距离战胜痕计划和中烟 更近了一步 不过 凯文是主动放弃了这个 发起胜痕计划的端点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 去做你说的那件事 嗯 应该说 在度过了最初的暴涨阶段之后 胜痕计划 已经不再需要固定的端点了 换一个角度来看 在收复地球这件事上 我们应该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请放心 德莉莎大人 您应该多相信一些自己的两位侄女 看 他们真的要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德莉莎 想不到吧 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啊 对了 我还得向你介绍 不用了 比安卡 她是瑟西利亚的女儿 对吧 是的 对不起 优兰戴尔大人 刚刚 我把一个保守已久的秘密 悄悄分享给了德莉莎大人 这 不就是 没关系啊 因为优兰戴尔大人 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勇敢嘛 她主动地告诉了你们 对吧 提安娜 那当然了 她可是天明最强的女武神啊 怎么会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 提安娜也不要小开心理层面的挑战呀 不过 既然如此 德莉莎大人 我们要不要为最强的女武神 和最强的律者 留出一点私人空间呢 哦 哦 对哦 圣服雷雅在短时间内也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 在我们正式召开 事关今后的作战会议之前 两位奇亚娜 大家会很乐意 为你们留出一些时间 是吧 起个飞 嗯 比起我们的想法 他们自己想互相确认的东西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们去哪边比较好呢 喷泉那边怎么样 好啊 这一天来都有点 是啊 那时候 不久之后 看 所以 提安娜 你知道我的无论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真正的 凯安娜卡斯兰 这个名字 它是最初 它是我的憧憬 是我生命的起点 我很高兴 我还有机会 能向她本人说出这些话 谢谢你 提安娜 谢谢 而且 就像两个歇儿一样 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名字吗 那只会让大家都变得不习惯吧 而且 对于失去记忆的我来说 比安卡 是一个远比 凯安娜更重要的名字 它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名字 是我最初的伙伴 甚至在我跨越七海 锚定世界之前 就已经陪伴了我四年的时光 正像凯安娜 对你的陪伴一样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是父母的孩子 更是他们自己 这就是名字的含义 它帮助我们认识自我 暗示我们未来会选择的道路 这是特斯拉博士 曾经对齐格飞先生所说的话 而在那之后不久 他就把凯安娜这个名字 赋予了你 是啊 如果没有老爸给我的名字 我不可能战胜自己内心的脆弱 并最终走到今天 而且 也不只是老爸 Cecilia妈妈 妻子老师 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 是你们共同展现的美好 赋予了我今天的生命 赋予了我 为世界上的一切美好而战的心跳 而这一切的起点 就是当时隔着培养舱 愿意把自己的转基因人 当做妹妹的 我的姐姐 无论她的名字 是Kienna Kaslana 还是Bianca Atagina 我永远 永远 都愿意做她的妹妹 做她的家人 Kienna 你应该知道 我已经永远失去那段记忆了 关于齐格菲先生 关于你 但重要的是未来 不是吗 不愿是你 Kienna 确实 如果像这样一直纠结在过去里 那么就没有人能够迈开脚步 去迎接新的人生 新的挑战了 有一个夜晚 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 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 有一个早晨 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 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 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 你也要再错过群心了 那么 从今往后 我就要一直这么叫了 姐姐 嗯 妹妹 哈哈哈 哈哈 鸡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